長者有抑鬱症也挺常見 因為他們經歷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很多時候 我就將他形容為一個多重的喪失一些東西的階段 譬如他可能退休,沒有工作,接著沒有收入 身體方面可能會變差了一些,喪失一些健康 然後朋友可能隨著時間會減少,可能會離開這個世界 又或者會少接觸,跟著配偶可能會有身體問題 或者會失去了配偶 一連串這些喪失一些東西,也有機會令他們有抑鬱症的機會高 我典型的症狀就像年輕人一樣,可能一些程序低落 真的不開心的表現,甚至會哭 但都可以包括睡眠、胃口、體重的改變 還有一些比較負面的想法 又包括一些做錯事的想法 嚴重的上來可能有些智慧的傾向 即是想不做人,這些傾向 這些是比較嚴重的,所以立刻看醫生 這些是比較典型的症狀 但所謂不是那麼典型的症狀,老人家都挺多見的 他們經常都覺得身體不舒服 就找不到什麼特別的原因 另外就是他們的行為可能會比年輕人多一些 叫做猛疹的表現 猛疹的意思是行來行去,坐不安,站不下等的表現 治療方法可以分為一個藥物治療 接著一些心理治療 另外就是那些物理性的方法 藥物治療通常我們會用一些提高血清素的藥 或者提高許甲腎上腺素的藥 或者提高多巴胺的藥 這三種都是在腦裡的傳統物質 通常在抑鬱症裡都比較有問題 或者缺少了 藥都是針對性地一種或者兩種 來提高他們的水平 從而令到抑鬱症和症狀減少 心理治療都很重要 常見的都會說用這個認知行為治療 或者我們講的在老人家多些用的問題解決治療 主要是跟我們分析問題解決方法 另外有些例如物理治療方法 以前用一些腦電盪的療法 現在少用的了 但新代就會用一些磁腦的療法 用磁力來震刺激腦 可以令到他們的情緒都會改變 另外有些其他物理方法 包括一些用即流電來刺激腦 效果都有少許的 但又不是很明顯 另外做一些叫做迷走神經的刺激 這些是用手術去做的 比較複雜一些 但有些是非手術的方法 都可以刺激迷走神經 譬如一些大笑 或者是一些很強力的擁抱 很強力的握手 可能都會令到迷走神經可以刺激到 通常抗憂胃藥在老人家裡 我們會用一個從小的份量開始 比成年人更加少的份量 然後加得比較慢些 他們很多時候都在吃很多身體的毛病 例如糖尿、血壓、心臟 或者其他的身體毛病 可能都在吃很多種藥 醫生通常都會測試他們在吃的藥 是甚麼 然後測試他準備開的程序藥 或者抗憂胃藥 是對這些藥有沒有甚麼影響的 即新一代的抗憂胃藥都比較安全 所謂的相互影響的作用就比較減少 但有個別的也要留意 譬如病人已經在吃一些薄血丸的 這個也很常見 抗憂胃藥對這方面的影響相對較大 但整體來說都是安全的 第二就是可能在吃某些抗生素 跟某些抗憂胃藥有相互影響 因為某些抗憂胃藥 對肝內的消化其他藥的酵素 可能有一些抑制或者刺激作用 病人在吃藥方面 最好聽醫生的指示 通常藥袋上有清晰的指示 以及可以商量的 我們通常都商量好的 第二就是他們最好 將來看醫生的時候 最好將他正在吃藥 以及以往吃過的藥 帶給醫生看是最好的 哪些有用或者哪些是不好 或者是有副作用的 最好自己有個紀錄 其他方法就是要拍照 將自己吃過的藥 最好有個習慣拍照 傳在手機裡面 可能記一些他們的作用 或者副作用 將來看醫生的時候 給醫生做一個參考是最好的 照顧者通常就要幫忙看一看 患者的症狀變化 第二就是吃了藥之後的症狀變化 第三就會看看他們吃藥的 會不會是以時以後 通常可以看著他吃 如果他不喜歡看著的話 就可以數一數他剩下藥 看看有多少 就可以間接知道他吃藥的合作程度 另外就是最好陪他去看醫生 覆診 就知道醫生的指示是怎樣 以防病者有時記得不太清楚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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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